一天連發七篇臉書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令英傑8月20號南下 高調暢游高雄 令英傑連環撲文 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在港都 還貼上和高雄市長韓國瑜合照 釋放對韓國瑜的熱度 過去美國有讓人家有這個印象 好像比較親民進黨 其實他們是不想要讓台灣社會 有這一種錯誤的訊息 所以可以藉由這一次AIT的處長 親自到高雄去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美方不希望在2020 這一場總統大選裡面去選邊站 國民黨立委許玉仁 認為美方在2020總統大選 不想被貼上菜油油標籤 加強與台灣各方連結 同時給予外界一個想像空間 就是美國看中韓國瑜實力 2020韓菜對決 韓國瑜可能勝選 16年之後 國民黨就比較少在華府 這邊有這個經營 那美方也釋出善意 那等於是一個第一個橄欖枝啊 就說我們歡迎國民黨開始重建對美關係 林英傑高雄一日遊 拉抬美國有韓的政治氛圍 韓國瑜獲美方信賴 也能破解民進黨最會打的統獨牌 證明韓國瑜可以瓦解芒果肝 假設這個對手未來勝選的機率很低的話 或者無足輕重 他根本不會去拜訪他 這表示還是長未來勝選的距離 非常的大 非常有競爭力 韓國瑜規劃9月底10月初訪美 這回與麗英傑會面 先暖身 營造 友好氣氛 記者 徐立旁 邵玉敏 台北報導 早上